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工会联合会会长吴秋北 福建省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华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陈晓琳 全国政协委员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吴幻言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淑哲 全国政协常委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吴良好 全国政协常委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顾问周安达元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研究资助局主席黄玉山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黄廷聪 全国政协委员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刘雨亮 香港保粮局主席 福建省政协常委林璐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柯达全 应邀担任主理嘉宾 典礼在欢欣鼓舞的显示表演中拉开训练 主理嘉宾为鼓师点心 新一届会长林淑中发表致辞 他表示香港南安工会在历届会长的带领下 始终高举爱国爱港爱乡的旗帜 在各乡会及会员乡庆的关心和支持下 工会队伍不断壮大 会晤发展日益蓬勃 新一届里监视会将一如既往的 秉承过往的优良传统 积极带领会员乡庆参与香港各项社会事务 从新的起点出发 开拓新的天地 迈向新的里程 谱写新的篇章 在李宝中副部长的见证下 香港南工会首席顾问林树哲 将硬性交给新一届会长林怀中 随后一众主礼嘉宾 为新一届里监视会成员 颁发证书及感谢状 吴幻炎代表香港福建社团联会 对新一届里监视就职表示热烈祝贺 他表示香港南安工会成立42年来 积极参与香港各种社会事务活动 香港20多万南安相请 已经成为敏极铁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他期望香港南安工会 在林怀中会长的带领下 继续发扬优良传统 凝聚更多爱国爱港爱乡的新能量 为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再闯辉煌 南安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蔡清安 发表视频致辞 盛赞香港南安工会 一直以来为家乡发展 做出的卓越贡献 他相信未来香港南安工会 必将传承优良传统 永挑重担 张简爱国爱港爱乡正能量 新一届理事长杨雅亮 宣读了各友好社团组织 各地南安相会发来的贺词贺电 监事长孙明德致答谢词 对出席典礼的各位领导 嘉宾表示衷心感谢 并向发来贺电的各友好社团 各界朋友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最后全场合唱歌唱祖国 在场嘉宾挥舞国旗 典礼在嘹亮的歌声中落下帷幕 东莱团媒香港报道